本报北京7月22日电,记者曾招下,上赛季台体主场对战北京国安,天津群舰队在单场两球领先的情况下,最终被孤注一次的对手,将比分顽强递翻成2比2平。 今晚在公体,主场作战的国安同样取得了半场2比0的优势,倒很可惜,这次全舰队没门绝境逢生,最终2比3败下阵来,其实,本场比赛只能以半套主力阵容出战的全舰队,最终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。 只是如此寄居性的输球过程,却让人无比遗憾,中朝专题全球员不满队友表现的场比赛,威特赛尔和莫德斯特两大万元双双却阵,加上赵世日的竞赛和苏元杰的商庭,球队面临着极大的人荒问题。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,赛前最后一刻,索萨也未能狠心将近几天,一直发烧的王永迫放入首发阵容,这位全舰队进攻组织核心无法登场,更是让球队的处境雪上加霜。 不过即使近半套主力阵容无法出展,赛前所砸的脑子里,想的,也绝不是龟缩半场百大八。 在战术部署上,他鼓励队员要有创造性,敢于大胆表现,不过令他遗憾的是,比赛的进程与他预想的形式完全不同,一开场节奏就被国安牢牢掌握,群结队员们心有余而力不足,根本无处发力。 在强撑了近半场后,全舰队终于崩盘,第三十九分钟至四十二分钟的短短三分钟内连丢两球。 不过,如果你看到半场比赛过后两队,射满比零一九,射正比零比四的四连数据,可以说全舰队只丢两球实属幸运。 下半场,把坎布的进球将场上比分打写为三比零,全舰后防核心圈竞员向队友做出了睡觉手势,凸显出他的满心的郁闷和无奈。 虽然随后杨迅和帕托在五分钟内,被全舰队圆翻两球,甚至王杰还打飞了可以搬平比三的一球,但这种觉醒终究还是迟了一些。 赛后,索萨直言本场比赛,是外人决定了最终结果,一直以来,中超各队得分最多的都是外人。 他们对战术的理解,比赛阅读能力,以及场上技术能力的发挥,都能在各自球队起到很大作用。 今天,国安的外人决定了比赛,他们将身体和技术上的优势,发挥得十分充分,而我们有两名外人确诊。 对球队影响很大,而对于球队上下半场汉弱两队的表现,索萨解释说,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阵型和打法上有所调整,加上对手领先后阵容,有所回收。 我们有更多空档可以利用,不管怎样,我也为球员们不言放弃,战斗到最后的精神感到欣慰。 同时我也非常骄傲的看到我们的国内球员一直在进步,要知道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中超二年级新生。 话虽如此,但这场比赛的失败,还是让人无比遗憾。 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,这场比赛全舰队既输在了缺冰烧奖,也输在了自己的感谢,也许在没有维特赛尔,莫德斯特,赵世玉,王永泊的情况下,全舰队的信念不再那么坚定了。 The End也则证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